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谁在无理取闹呢 现在估计间支持台湾的声量是越来越多 包括欧盟说要跟台湾合作 美日等八个国家也支持台湾加入WHO 中国这几年许多的做法是否已经威胁到了自由世界 否则美国为何会发动贸易战 不过原本要在美国投资百亿美元的郭台铭 现在传出暂缓 原因是什么 难道是一场骗局吗 还是郭台铭受了中国的压力在美洲贸易战要选边站 另外 内政部宣布今年的四五月间要开放东沙群岛观光 对主权以及国安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会有意见吗 还有2020国民党的总统人选 南投县长林明珍呼吁 没机会的要看破红尘 不要再搞美式初选 吴敦义是继红秀柱之后最悲情的当主席吗 相关问题我们秘密谈讨 首先就要经验来宾 再有右手边地位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大家好 还有资讯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新北市议员陈敏毅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夏娃安 还有中州科技大学行管系主任林修正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请大家平安 好 我们现在来看国台办怎么说 波频频威胁 就连蔡总统近来春寻慰绕国军 都遭国台办出言恐吓 民党当局领导人啊 忽而装成大律水手当网红 忽而又扮演花旦告洋状 一武俱同死路一条 做国家领导人三军统帅 也借着年节前给军方各单位的人员 鼓励打气是必要的工作 比起中国用军机军舰绕台 那才不知道怎么比 苏正常强硬回击 由于中国设备大厂华为 在国际上引发自然风暴 行政院也将公布中央政府机关 禁用的中国3C产品名单 对岸的玻璃心又犯了 我们坚决反对啊 民党当局制造鸿沟 伤害台湾民众权益的做法 不得人心 没有针对任何的品牌 行政院要处理的 其实是大方向跟大原则 这个处理原则适用于 中央政府各机关 从子安到朱温 面对中国威胁 行政院严正以待 好我们看到这个蔡总统 慰绕国军何错之有呢 但是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 在昨天说了 他说呢这个蔡英文呢 扮大力水手当网红 扮花旦向这个教宗告洋状 阻碍两岸交流破坏和平 那如果台湾以武剧统 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那我们的陆委会就回应了 无知 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连昌 也说军机绕台才是武 那另外呢 在朱温议题的部分呢 这个国台办发言人说 这个有关这个非洲朱温 中国呢并没有蔓延 而且是防治疫情有成效 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那我们的农委会就说 那你怎么不第一时间 就把这个相关的资讯公布呢 来先请教明凤姐 怎么样看 这个国台办要如何看待 他们的发言 他们是崩溃了吗 我觉得这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他们这个发言上面 会有轻重之别嘛 过去对于蔡英文总统 通常是不点名的 那对于台湾有些人 他也不点名 顶多就说是什么台独势力等等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国台办接续几次的发言 都已经点名蔡总统 至少有两次以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会台办 可能把这个台湾 或是说整个蔡政府 或者是在中美关系上面的 这个紧张的 或是比较强硬的态度 看得非常的严重了 那我觉得这个结果 应该中国要自己检讨吧 1月2号 1月2号或是 1月2号这个40周年的 告台湾同胞书 习近平的谈话 是让这个蔡英文 民调可以再度上升的一个关键点吗 那也许国会办觉得最近态度比较强硬 因为他觉得 眼看2018年民进党选举全垮了 他2020可以就是击败 所谓的整个民进党的执政 没有想到因为习近平的一席话 反而让蔡英文又民调上升 民进党又上来了 对 所以说他自己是在懊悔呢 还是在干嘛 他应该回去检讨 为什么自己一番讲话之后 反而让他的敌人可以更做大 真是更壮大 那国台办昨天这样一讲 那不是又来助选了 对啊 所以每次大家都会舍不得 不晓得要骂国台办是怎么样 他的盟友不要死 要不要偷偷跟民党做朋友 不过南军的人 为什么会每次讲到这个 就会一神不晓得说 中共到底是助力 还是主力 而且什么花旦 大力学友都出现了 对啊 所以在网路上 这引起一片讨论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他已经用这个卡通影片 或是说戏剧上面的人物 去形容蔡总统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不尊重的 这个情况 而且你这样的一个发言 并不会让台湾人觉得说 你很OK 然后我们非常的害怕你 然后你军机不团的落台 然后文攻武嚇 就可以让台湾人屈服吗 或是在或让台湾在中美战争上面 会让会倾向你一点点吗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国外办发言 这样子日欲的强烈 只会凸显他们自己越来越心虚嘛 越来越表示说他们这个执政 这个习近平上台 尤其是这一两年对台湾的做法是错误的 他们对蔡英文政府是非常强硬的 那从蔡英文讲话 这个上台的时候讲话 讲到那么低点 可是从来在交流上面 中共从来没有放手过 然后一直让这个蔡英文背到什么 两岸的不沟通的包袱等等 其实我觉得国外办这样子 自己要或者说中共当局 其实他应该检讨 他自己这样子对蔡政府的态度 或是对台湾的态度 是正确的吗 是让说所谓的两岸的这个关系 持续持续的低落 是对习近平的政权的稳定 真的是比较好吗 他自己要强强要这个深思熟虑 尤其在中美战争贸易战争的同时 你千万不要把台湾当出气筒 台湾人只会更愤怒而已嘛 你有本事去对付那个原来的敌人 不要拿台湾人当出气筒 对 所以有人才会说 只要让中国会跳脚的 那代表那就是做对了 那现在我们也发现 这国际间支持台湾的声量 是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美国的情报首长 他就说了 北京将继续透过施压利用 来迫使台湾接受统议 另外在欧盟部分 欧盟的官员也说了 欧盟会继续寻求跟台湾 在不同领域的紧密合作 那另外网络上也有人把这个 当年的已故的中共主席邓小平 他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内容 就拿出来说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霸权 到处欺负人 就应该要打倒他 好 结果现在 你的子弟兵习近平做了些什么 是不是要称霸世界 停败文怎么看 现在是不是有越来越的国际间 感受到中国的一些 阿爸作风已经受不了 其实中国的阿爸作风 我相信已经过头了 就是说虽然国台办都认为说 他们自己只是讲出他们的立场 可是他已经不知道说 他所讲的这些话 已经破坏了维持现状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 也就是说包括美国不只是他的官员 其实彭斯也站出来说话了 他们从过去到现在的态度 已经是越来越强硬 而且直指中国已经破坏了 现在目前和平的状况 所以如果不是 中国已经过头了 从数次的国际记者会的一个喊话 然后还有他们所做的动作 我相信美国不会这样子的一个大动作 甚至这么大的声量 不只是美国 欧盟的官员也是如此 甚至他们也说将与台湾合作 也就是中国如果你的态度越强硬 只是让其他国家认为台湾必须受到应有的保护 尤其台湾的地理位置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当台湾的地理位置如果一旦被破坏了 我相信那么全世界的第一霸权 有可能中国就会一步一步去侵取 甚至美国也好欧盟也好 所有的地位所有的方向都要重新调整 台湾海峡变中国内海 没错就是台湾海峡 欧美世界国家的影响 没错 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连同美国为什么不断的动作 包括他自己的所谓的这些军舰的一个绕行等等 其实这些军舰绕行只是既有的一些行程 只是为什么大家会放大去解释 因为他认为说 现在因为中国的阿爸 已经让这些动作让大家越来越注意 也认为美国的保护台湾的一个想法 跟他的一些计划跟所有的作为 会越来越动作越多也会越来越强硬 那其实我们必须说的 今天这个马小关不论要讲什么 但是你要讲到网红 你还是要跟着我们所有网路的消息走 你说大力水手这个好像已经很过时了 你说像大力水手当网红 没错我相信他要表达的是 因为大力水手他是可以解决 这个吃了菠菜大力水手就有力量 去解决万难 会变大力水手也是他们习近平加持 也是习近平就是说 是习近平给了蔡英文吃了菠菜 所以大力水手为什么变大力水手 不是要当网红 是因为你中国给予台湾太大的一个阿爸的压力 甚至你要戴这顶帽子我们戴不起 所以今天小英要站出来 而且我要提醒马小光 今天你要讲网红 你要知道现在蔡英文的代表是什么 是辣台妹不是大力水手也不是花旦 是辣台妹要记得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上网看一下 甚至也不是告洋状 今天我相信我们未来要召开国际的记者会会越来越多 只要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越来越阿爸 我相信我们要召开的 甚至要向其他国家去报告现在台湾的状况跟处境会越来越多 所以绝对不是高洋状而是站在台湾的立场 什么是对的 什么让其他世界各国知道台湾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跟位阶 我相信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林飞文是不是有注意到今天有一个最新的外电消息 就是鸿海考虑要暂缓在美国当初说要百亿美元的投资 那显然这感觉上会是一场骗局吗 还是说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必须选变战呢 我相信未来美中贸易战越来越激烈的话 中国的阿爸一定会要求在中国的厂商 无论是你自己本身在台湾投资或是在美国投资 你一定要有表达态度的一个想法 所以很清楚很多的中国的厂商 我相信尤其是台商 开始都在思考到底他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基地往东南亚国家移 因为他们知道未来一定中国会压着他们去选边站 选边站之后不论是他们的订单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一个压力 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个 所谓的贸易空间 这才是整个企业家想要做的 跟企业体想要去这个抹取的一个方向 可是绝对不是你中国因为美中贸易战的状况 中国逼着他们选边站 尤其鸿海今天已经做出了这一个所谓暂缓的动作 这个暂缓我相信绝对起来有致 绝对不可能说平白无故 今天本来已经都跟美国总统都已经算是body body 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川普也出席了动土典礼 对 没错 那川普不会觉得受骗吗 当然了 所以我觉得川普的动作未来也会更大 中国更大 美国的态度就会更强硬 我相信这美中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 绝对会越来越激烈 民意员怎么样看 国台办这样的一个发言 我们要如何看待 他到底是崩溃了还是怎么样 那再来你如何看待 这鸿海这个最新的讯息 第一个我不希望他崩溃 我更怕他发狂 我觉得我们总统真的不需要在这个议题上面去跟他回应 我们的院长更不需要去回应 马小光说不能以武俱统 其实我认为台湾现在与民俱独 我们也不希望台湾现在在讨论独立的问题 我们也不希望现在被统一的问题 台湾现在最强的这个麦菜狼就是搞经济 所以得到这么高的民生的支持 但是我要必须来去讲 蔡总统去跟教廷讲的话也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呢 多此一举 全世界谁不知道中国没有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你下去问国小的小孩子他都知道 这几十年他哪一天放弃过了 但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不对 他应该要 蔡总统应该要跟 蔡总统应该要跟全世界的人讲 我台湾有什么能力去因应 中共想要武力统一台湾 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民主 用我们的软实力 用我们在国际上面被认同台湾 这个最珍贵的这些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 例如选举等等 所以他不敢统一我们 你要讲这个东西啊 你去讲说 他要把我打 他要把我打 说整天 你是要叫别人来打 我在讲 美国的这个情报首长 也讲这样的话 欧洲的官员讲这样的话 那很简单嘛 我就要试问 他们是听了台湾 还是为了呛下中国 我认为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呛下中国 台湾只是被利用 你如果真的听着台湾 很简单啊 美国只要讲一句话 我不认为一个中国的原则 我认为要遵循台湾的主体 所以你是觉得欧美这样的发言机不对 但是不能说不对 他为了他自身的利益 为了自身利益 就像我们台湾今天美国讲很多话 美中贸易倒霉的台商 何必呢 你们大人去吵架 我们假扼出兵的事情 最怕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的行政界发言人 真的睁眼说瞎话 他说我们没有抵制单一品牌 这就是华为事件嘛 你干嘛跳进去呢 你真的很无聊 美国对中国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隔山关五斗 我们在中间我们要取个巧门 我们还有一点姿色 左右逢源 你现在跳进去跟他一起修理人家 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产业链 会因为这样受伤吗 10%的产业链 华为不只是贸易 华为还有资安的问题 资安的问题 我今天问你 华为如果电讯设备什么 有资安的问题 如果是手机有资安的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嘛 假如有的话 那你可以鼓励民众 你要注意资安 政府难道连一个手机都防不了 我们都没有资安专家可以防堵吗 你只是跟着美国手 你今天去 民意员你会选择华为手机吗 不会 就这么简单 我跟你讲 那为什么 我跟你讲 我不喜欢韩国 我不喜欢韩国 但我都用韩国货 因为它真的好用 你用韩国货 我真的好用 那我也不喜欢苹果 可是苹果电脑真的好用 我必须这样讲 这个东西 那华为你不考虑 华为我没有用 华为的高层也用iPhone 我可以告诉你 华为我没有用过 我也不对他做功课 因为我们有这个需求 但是我必须这样讲 不能把台湾的身家性命 甚至于我们经济发展 因为一个政治目的堵进去 你行政院发言人说 我们没有对单一品牌抵制 请问你告诉我 抵制过第二个品牌 是哪一个品牌 他们会列付清单 还没 这个就是这样 砍拖处逼你 为了要抵制华为 你要再列一堆名单 你又伤到更多 所以你觉得不需要这样子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 我跟你讲 台湾没有条件 去跟人家玩这种游戏 我们真的可以 在夹缝中求生存 我再回头来去讲 今天如果说 北京逼台湾统一 我不相信台湾 有一个人会接受 可是我要必须这样强调 不管过去的院长 现在的民间人士 实在清德 要逼着我们台独 我也不接受 没有人逼你吧 他最近有讨论到 自线的问题 那个东西 就会去挑动 那个敏感的神经 那我跟你讲 我不怕打人家 可是我也很怕被人家打 我们现在生活 安居乐意在这里 为什么要去挑动这个神经 所以你就要避免 去触怒中国就对了 不要怕他 但是你也不要去 操命的狼狗 现在我们做这些动作 你跟全世界讲说 中国没有放弃武力统一 可是明英元 从头到尾感觉上都是中国那方面口出恶言 所以我们很少口出恶言吧 即使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很少 刚才你讲他崩溃了 我说我不希望他崩溃 我更怕他嘻笑 可是他崩溃是蔡总统去 慰绕国军他也崩溃 没有 慰绕国军这一段 我跟你讲这是正确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在部队里面的时候 呼风起雨 在那边捍卫国家 如果元首能够来看我们 是啊 不要说加菜跟我吃饭 只要觉得他愿意走到前线来 跟我们讲一句 大家辛苦了 国台办说乙武获毒 他管他 他说他的我做我的 我必须告诉你 难道因为他讲了 我们就不去了吗 所以他去绕国军是对的 而且多去 多去 你做这些动作 你让对方 但是不要触怒中国就对了 我跟你讲 他过去是就不爽 敢怒不敢言 你现在给他机会来怒言相向 再过来大家比拳头 我不是怕事 今天如果说 这些台独分子 这些太阳花的学生们 你们认为要捍卫台湾 愿意去当兵 我就愿意跟你去打仗 都不当兵 在那边吓 受伤不用怕 你是别人的孩子死不掉 好来来 林主任怎么看 有关蔡英文总统 他去告洋狀这种事情 这是国际上的常态 在1950年中国共产党刚拿下中国的时候 就跟苏联建立军事友好同盟条约 刚好又在2月14号就是西洋的情文节 所以打群架是国际的常态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打群架 所以在国际上跟我们社会上一样 你只要是弱小 你就是要呼朋引伴 打群架 就是要赢得国际的支持 所以这方面是没有问题 第二个 台湾从来就是在海洋势力范围之内 台湾海峡的航道自由 是保护台湾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不管怎么样 其实台湾的民应该要注意 中国要禁逼台湾 后面他还有一个海洋势力 其实你回到历史去看 像英日同盟 就是热战争之前 为什么英国要跟日本人签英日同盟 就是要结合日本的势力 把路权势力封锁在欧亚大陆 这种情形从1850年之后都是这样 从历史结构回过来来看台湾的安全 没问题 台湾的安全是国际势力 在保障的范围之内 那如果我们要仔细去谈到 那台湾的主权问题的话 其实台湾主权在国际法里面 其实蛮有争议的 其实我们一直强调的 那个开罗宣言 那是异象书 因为土地 我们在买卖土地的时候都还要签订契约嘛 那异象书这种东西没有用 还是要日本正式宣布放弃领土 那在旧金山合约的时候 没有说台湾要交给中国 林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很重要 也就是说当这个中国陆权 如果想要往海洋发展 那自然这个自由世界 就会伸出援手 去把他抵挡住 没有怎么样看 我们说当然快过年了嘛 国台办这番谈话 感觉上如果他能够温情一点 柔软一点 那恐怕这结论绝对不一样 我觉得没错了 我记得大力水手第一次的争议 大概是1950年代 博洋翻译那个争议吧 就是说大力水手父子买了一个大 然后被一个集权的政府 蒋介石把他关了九年 这就是博洋事件 没想到国台办马晓光 你现在没有意识到 大力水手在台湾还敏感 你把蔡英文比喻成大力水手 吃了菠菜 那这个菠菜是谁给的 每一次大力水手 在最危急的时候 都是敌人丢菠菜给他 硬把他挤出来 从他胸部跑出来 吃了菠菜 力气就增大 今天蔡英文总统 不过去视察清穴缸 不过到花莲去 他我们台湾的飞弹系统 很简单嘛 叫做防御系统 柯文哲最近不是要去以色列吗 以色列是所有 飞弹防御系统 第一名的国家 第二名就是台湾 为什么今天台湾要做防御性的通作 台湾没有武统的能力 只有中国有 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些防御系统 没错嘛 所以台湾只有一个敌人 叫中国 可是中国要对台湾 发动攻击的时候 你的敌人就来自于全世界了 不是这样子吗 很简单一个道理嘛 所以我必须这样子讲啦 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 以及官员给的资讯 他里面也告诉我们 包括柯伯吉 就是美国的前国防部的助理部长 他就告诉我们啦 在中俄听证会里面 他们绝对就是以一个胜利理论 胜利理论 大家或许不了解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们知道三大强卷 苏联 德国 日本 就是以胜利理论 侵害旁边的周边国家 今天中国的习近平 他一样用这样的模式 他第一个 一定是针对台湾 因为台湾就是被我挟持 你所有民主世界里面 就因为台湾被我挟持 我先打给你看 我先拿着刀督给你看 所以美国才会紧张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欧洲议会 为什么开始把台湾问题 因为台湾问题 如果在中俄 这样的胜利理论里面 他们其他 包括俄国周边的 波罗的海这些国家 都会受到俄国的中协 威胁 所以这是一个国际局势的变化 那蔡英文总统有没有错 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没错 是 威绕国君也是很正常 我们知道中国最近 除了维吾尔人的迫害之外 他迫害的是什么 宗教 你有看到教堂被烧毁吗 牧师神父被抓起来吗 你有看到少林寺的和尚 要去升中国国旗 还要踢正步的吗 这只有中国做得出来 所以是谁在威胁呢 不就是中国 今天早上 邪导开一个记者会 我觉得郭备宏总统讲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经典 他说最怕武统的都会喊最大声 那就是中国 因为美国有实质参战 全世界里面 很多的战役里面 美国都有实质参战的经验 日本因为加入同盟 也有参战的经验 唯一没有参战叫做中国 所以中国透过联合国安理会第二大和第三大贡献国里面 开始威胁其他联合国会员 美国都提出警告了 台湾不仅是吗 如果今天蔡英文的一个动作都没有 台湾人民怎么会安心呢 怎么会安心说台湾现在有最好的防御系统 而且我们的军事发展不再只是在美国的供应链里面 在其他德国霸国的供应链里面 我们要自己自残 自己自残 我们不是要去攻击别人 更不是要去武统别人 明远你要补充 不要去期待美国也好欧洲也好 对我们在跟中国之间 给予我们实质上的帮助没有 口会实不至 不然很简单 美国只要宣布一件事情 台湾成为我的邦交国 这样有效 这样台湾 跟台湾建交就对了 这样就好了 一句话就好了 或者是建交有困难 你只要讲一句话 我不承认一个中国 你就这样讲这句话就好了 这比你什么情报投资 欧洲讲那么多 他们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他跟中国在吵架 我们绝对不要进去 刚才老师说的没有说 打群架 打群架如果我们加入多的那一方 我打不过你 我加入你嘛 可是问题是 两个大人在打群架 我们夹在中间 你还去跟那个落者讲 就说 我可以告诉你哦 对方是个坏人 对方就把你当到落者那一方 一起打 我的意思说 我们不需要跳到这里面去 刚才明佑讲的 我不否认 蔡英文总统讲的完全没有错 今天也没有一个国民党人说他错 也没有台湾人说他错 说他错人叫马晓光 你管他他说他错 我认为蔡英文做的是对的 多多去 到离岛 到金门 到马祖 到东营 到东定 北定都去 那表示什么 宣誓主权 宣誓你的 你今天是领导人 可是我觉得你讲的是觉得蔡总统不对 你讲的是他不许 没有没有 我告诉你 蔡总统做的都对 但是我说 不要打吹架 嘴巴上陈英雄没有用 你去跟全世界人讲说 蔡总统没有打吹架 没有他去跟教廷讲说 中国没有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这还要你总统讲吗 如果总统只会这样讲 那我来当总统就好了 你会这样一句话你就怪他 总统要告诉 要像明佑这样讲 我们有坚强的国防实力 我们有最好的防御系统 我们不打别人 但是我不怕别人打 这一听起来 我们总统不是大力水手 我们总统是浩克绿巨人 这样也可以吗 林老师你要补充 在打群架的时候 不是强调我可以打倒你 是要叫老大出手 所以总统出来讲话是对的 第二个在台湾讲话 在国际声量最大的就是总统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这样的讲法是对的 我们也应该这么样去鼓励他继续讲 该怎么做 但至少过年前真的不要再口出恶言 既然是一个邻居 要当个好邻居 难道是要当恶理吗 那这样想统 谁要跟你统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再来关心内政部 宣布在四五月间呢 东沙群岛要开放观光 这对区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会有意见吗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台湾唯一的国家级海洋公园 东沙岛最快在四月 要对外开放观光 你看VCR 有珊瑚洲之称的东沙群岛 不只是军事种地 是我国唯一一座国家级的 环郊海洋公园 内政部打算 最快今年四月 就会开放观光 在生态保育 不会影响的原则之下 会考虑有这些事情 不过它也会有一定的限制 譬如说 我们去那边如果吃的 那边的海鲜是不能抓的 我还先讲 所以不要想去那边吃海鲜 那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要把生态保育 还有绿能的建设等等 那边的电各方面 我们可能都是用太阳能等等 让大家来了解 那了解说 我们台湾国土之美 在台湾西南方 450公里处的东沙群岛 从高雄起飞 航程约70分钟 过去因为军事管制缘故 民众没机会登岛 现在内政部规划 早去挽回的东沙一日游 甚至还要拓展游轮航线 因为飞机航班一趟 只能坐70人 岛上饮食还得靠台湾运补 最大的观光亮点 是外海的圆形珊瑚礁 东沙岛开放观光 其实也是配合政府的 西南向政策 如果从内政部来 不是战略上而是 他是希望能做到 这方面 看有没有怎么样创意 那本来就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主权 东沙主权是属于我们的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光东沙岛 每年驻军薪资 运补成本 还有岛屿基础建设 就得花数十亿 这回打出开放观光策略 不只顾主权 还能顾生态 好 内政部说 这东沙岛在今年的四五月间 要开放观光 东沙岛在哪里 恐怕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来我们来看地图 这个东沙岛呢 是位在台湾的大约是西南方 距离高雄大概450公里 那距离香港有近一点 大约是320公里 那我们也看到相对位置 离菲律宾 或是离这个海南岛 或是离更远的这个越南 距离是蛮远的 所以他算是比较靠近台湾 相对其实是最靠近中国大陆 好 那他的基本资料包括 他是南海的四大群岛之一 他是在国际航线中 重要的交通枢纽 你看位置就知道 刚好在正中央 那他是台湾第一个海洋国家公园 面积也是最大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外交部 内政部宣布四五月要对外开放 只不过这当中有一些疑虑 包括国安会说 会不会有一些中国人 趁机来这个进去 可能是针对一些什么军事设施 来去拍照等等 这部分来庭分委員怎么看 这开放观光到底 他的考量点在哪里 有人说是宣示主权 还是说他会有国安的疑虑呢 其实只要碰到东沙南沙的议题 一定大家就会先又把跟主权又扯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单纯化 如果说我们自己都绷紧神经 每一次谈到东沙南沙的议题 就会把它所谓的国土主权 是不是要宣示等等 这样子把它牵扯在一起 其实我们都做不了事 那我必须说 其实东沙的部分在 从民国一百年起 其实就已经都有结合 教育部国防部 还有海巡署 来办理海域安全 还有生态体验的活动 那它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国家公园 东沙环交国家公园 所以为什么是内政部 因为国家公园本来就是内政部 他做主管的 所以是何需宣示主权呢 主权已经是我们的了 这本来就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 不要每次我们碰触到 这个群岛的问题 然后大家就说 你看这个又谁在宣示主权 谁又在做一些小动作 有人讲说 这是呼应美国自由航行 所以这位有可能说 中国用这个角度 他又有意见 其实我觉得 现在我们把它单纯化 也不去说 我们是要呼应 这个美国的自由航行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也不去说 我们就要去宣示主权 因为本来主权就是台湾的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在一百年 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体验营活动 那确实在东沙 它有一个非常天然 而且是全世界 唯一非常完整的一个环交 那这个环交呢 是纯白的珊瑚沙岛 所以呢 现在是在严泥当中 我必须说 现在是严泥当中 是因为内政部长刚好是一个过年的节目 然后呢 他就丢出这样的议题 大家都开始讨论 那现在还在讨论当中 而且还在严泥当中 我们一定在 所谓的不破坏生态保育的一个前提之下 如何去让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么美的一个地方 而且是包机 而且是有限制的 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说 有限制 而且是能够保护到生态 这才是最重要 那没有邮轮 你说没有邮轮 没有邮轮 现在我怕说 如果说大家说话 包机跟邮轮 邮轮一定要下毛 那个毛是不是会破坏三五郊 这个没有了 没有了 岛上实际的这些设施到底够不够 会不会人去观光 可能缺东缺西 缺水缺电 没错 所以它是一日游 就是说你自己 用很多的限制 你自己要想到 你去东沙 你有很多的限制 那今天我们一定要有 人数的这个限制 不可能说你一下子 大家都去 一堆人跑去 不可能 而且它就是包机 它可能就是这个 由航空公司来做包机 那也一天一班 就是说 而且是不是一天一班 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说 它是以当日 当日来回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 就是它这个东沙上面的一些设备 是不是能够去负荷 这个都要评估的 现在还在评估当中 所以不是说 现在还在评估 那你就宣布四月开放 会不会太早 说得太早 所以说到底现在的状况 其实如果要做很快 不做的话都很慢 你即使今天都不做的话 你到十月十二月 也都来不及 但是实质要做四月 绰绰有余 因为它有人数的限制 所以它会依照 岛上的设施 可以有多少人 而且它的周边够不够 而且你到岛上 不能做哪些动作 这个事先都要做一个公布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用去担心 其实内政部 它担任国家公园的主管机关 它比谁都担心 如果你一破坏掉了 你没办法去做一些附和 其实你一定会被骂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要去做 实质面 既然开放观光 那就要看这个景点 有没有卖点 来没有怎么样看 有没有那个吸引力 那当然我们要从周边的区域来看 到底中国会不会有意见 我觉得是这样 你知道船不经过 他们现在最大的争议 大概就是军舰的航时 那加上这个中国在那边 旁边周遭南海这些区域 设置飞弹系统 那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的船不经过 只是单纯 飞机的降落起落 而且一天好像只有一班而已 对 限时限量的 甚至说你乐是要自己带走 过去都有这样的说法 它大概是全世界第一个环形 珊瑚礁的一个环形 环礁的 圆形的 所以在卫星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圆形的状态 所以它有非常具有海洋价值的观光价值 可是我必须这样讲 它能不能执行面 其实唐凤丹政委 他其实已经整合过这样的意见 那时候是赖清德时代 就说要开放观光可不可行 那今天内政部会先出来讲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说 如果开放观光 我们可以马上执行 所以在四月预计 四月或五月要去执行 可有没有立即性 那立即性当然说 有反对人声音够大 那宫廷会说 这个立即性不行 那或许会考虑相关的配套 我必须这样讲 在苏贞昌担任陈水扁时期的隔魁 就把它化为第一个国家公园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原本它就有观光价值 有军事争议的 应该是美国跟其他南海周遭国家吧 我们台湾不是化了一个最南端吗 叫争母暗杀 如果要争议的话 就干脆去争母暗杀一日游好了 那已经快到赤道了 对啊 那不可能嘛 所以那有什么争议 那就属于台湾的领土 如果是台湾的领土 做争议的 你要不要说金盘马祖不要去呢 因为离中国最近啊 那在那里做争议 那就不要开放了 不可能嘛 所以既然是台湾的领土 有那么好的海洋资源 去又何旁呢 如果你愿意去 你愿意接受环境的考验 说我吃 走去不可以在那里吃 我努力自己走走 对 因为浪水没多 我的这个包括排尿啦 一些化水的设备 我自己处理 我跟这都没问题 OK 应该单纯话啦 民意员赞不赞同这样一个 单纯的生态之旅呢 我跟你讲 如果是观光的话 论不到内政部长讲话 那谁讲 是交通部的业务 交通部的业务 没有 他是国家公园 他已经跟交通部 交通部观光局都整合过了 你刚刚委员才在 刚刚委员才在澄清 没有邮轮 之前的说法是 有邮轮 那有人像我们也在潜水 我们知道 只要有船只一经过 只要有船只一经过 珊瑚礁一定毁灭掉 因为你要抛锚 抛锚是因为你在外海要抛锚 我们只有在12海里 他家话是12海里 那你在外海你一定要抛锚 你要进来一定要港口 请问你港口你要不要硬体建设 这是最大的生态破坏 第二个 一天一班 一天来回 请问我如果下午去 碰到变天怎么办 我飞不回来 要不要旅馆 我要不要大号小号 没有污水处理 是不是环境污染 请问 如果这么珍贵的资产 要不要还平 如果要开放 现在政府出一张嘴 讲干话 随便说说 我真怀疑 内政部长都没去过 东沙群岛 我怀疑他没去过 他也没有去过 因为老实说 这个开放旅游观光 已经讲了很久了 已经评估很久了 赖清德时代都有整合相关部会 整合如廖 不是更早 国民长执政的时候 就已经讲 如果是这样子 麻烦用狗 部长 钓鱼台也开放逛逛 钓鱼台是我们的国土 你敢说钓鱼台不是我们的吗 你看看他的论点是讲国土 委员说 不要无限上攻 讲到主权 刚才内政部长的说法是 东沙是我们的国土 其实这就是选举考量 4月5月来搞这个东西 9月再搞个决议文 民进党就是为了大选 最好挑战 搅动一尺 你以为觉得这跟选举有关 当然 那这可以争取到什么选举 我告诉你 你没有想过 中国委主张钓鱼台是他的 最大阵议在那边不是吗 我要强调 我要强调 一个政策的成熟 不是如此的 一下要发几百亿的大红包 一下说没有 现在一下说要开放观光 又说没有邮轮 有一天一班飞气 我刚才就问你了 海洋气候不一样 海岛气候不一样 当你到那边变天飞机不能飞 怎么办 而且你去看一下 这个机场可以飞多大的飞机 它的观光经济效应 你要包机 我跟你讲 我真的怀疑用狗 你们讲话讲不清不清 那观光业务 也不是你内政部管的 连院长都出来讲话 刚才说 没有 这是评估还没有确定 那你再给我争效 那我们今天花这些时间讨论什么 你是觉得评估还不够就对了 我跟你讲 评估所有的配套 配套到底要怎么做 不是评估要不要去开放 一个隔魁 一个行政院长 你不要随便讲话 那天 我现在签这个公文 是我们第三期的太空计划 我们要接地气 还要上太空 你跟我讲干嘛 这是国家机密 你干嘛用网红的角度跟我讲 你四位五位要开放 你现在讲干嘛 你现在讲 能够成型吗 不能成型 又角度移动春水 大家在那边吵 吵了半天 环保人士也出来讲不行啊 懂的人也说不行啊 搞到最后你说没有 我们没有要开放 所以你是不赞成开放吗 开不开放 要有成熟的评估 成熟评估 你告诉我 你的条件是什么 它的前提是不破坏生态 不破坏生态是你内政部长 可以讲的吗 你浅过水吗 你到过东沙吗 你知道那里的海底的水文调查 你看过它水文吗 你以为你这样讲 好像内政部长都不能讲话 这不是主管业务 没有 国土是它的嘛 没有 那个名义你真的搞错 这是已经划定为国家公园 它是东沙群交的一个国家公园 如果是这个国家公园 它的主管单位就是内政部 国家公园的主管单位是内政部 各位很简单 那单人所有的都要折成 这是一个大事 他一定要各部会都做一个平台 我不用跟委员申辞 大家去Google就好了 然后是由政务委员去做处理 做主导 观光 所有观光局的业务 所有在讲 已经讨论过很多世界要不要开放 所有都say no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觉得没有价值就对了 不是 我们没有能力保证不破坏生态 所有今天以前的 所有的官员都说say no 怎么突然今天一天就说 那个内政部说要开放 那你之前是打自己的 OK 民意员觉得这个 以这个保护生态为最高的这个衣归 会破坏 那就最好是不要开放 民凤姐怎么看 其实我对这个议题 还到目前为止算中立 我觉得政府应该更多的说明 我们也不要否认这个东沙岛的确是南海 南海整个战略里头非常敏感的地区 那你加上过去的观光 好像也没有开放 那这个观光价值到底有多少 这的确要好好的评估一下 那我觉得就说你既然就说已经决定四月要开放公安 不妨你把所有公厅会的资料内容通通公布 包括对于生态这个方面 这个环保专家的意见是什么 那国安单位的意见又是什么 那包括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等等的问题等等 我觉得你都要一并的对外公开 就是说对国人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 包括甚至你未来的旅游 到底是要怎么样一个登陆法 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免得你很大的开放之后 去的人很失望的回来 我觉得那就是 那就不关于什么战略或是敏感 那是除了战略敏感之外 整个政策实施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你当然战略方面要考虑 你这个观光的部分 你的成效方面也要考虑 你不能说贸然开放之后 回来回头都是打自己的枪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这么多 真的是准备跟评估都要这个先准备好 那再来宣布恐怕会比较好 那先休息一会稍微再来关心 这吴敦义是不是史上国民党最悲情的党主席呢 这个准备2020总统是不是无缘总统宝座呢 先休息会马上 南投现场林明珍开了第一枪 来看VCR 我们看到这个吴敦义是不是史上最悲情的党主席呢 林明珍真的是开了地枪 他说年后赶快全民调 民调低了就不要选了 要看破红尘 不要再乱搞了 可是吴敦义还想着2020要为台湾努力 来林老师怎么看 我是非常支持用全民调的方式去处理 因为以前国民党的那个党主席的出现方式 因为他们的那个党员结构设计是比较偏向深蓝模式 能够掌握政权 所以只要是深蓝 只要是马英九能够影响到的 几乎就能够决定党主席 然后决定后来的走向 我们从2004年之后 他们有一次那个马英九跟王金平在选那个党主席的时候 那个王金平院长当时败选 他又讲了一句话 他说在国民党NP是从体制之下 你再怎么样努力就都没有办法 那如果改成全民调的话 那么他是由全台湾的民意下去处理 这样得到出来的支持力呢 会比较有代表性 那这样弄出来的对国民党 以后准备选总统的人呢 也比较公平 可是吴敦毅那边有意见啊 他说之前红秀柱换柱就是这样子啊 搞一个全民调被灌水啊 或者说是绿的这边支持啊 那这个东西又涉及到他出现的过程 对吴敦毅来说 他也觉得非常不公平 因为这一次九合一大选 他胜利 如果在相同的那个产生党主席的方式 是一样的话 他大概十之八九就是总统候选人 但是如果把那个体制改变以后呢 那以朱立伦曾经当过新北市市长 还有桃园市市长的那种标准的话 他胜选的几率相当高 那吴敦毅为了保护他已经到手的那一块肉呢 他的这个反扑是对的 但是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 那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个选举方式正常吗 这是必然要走的 蓝明佑 这国民党会不会太无情啊 吴敦毅有功啊 2018选这么好 现在说不要什么美式初选 感觉上是不是一个最悲情的党主席 其实我蛮赞成老师的说法 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 国民党一直走不出来 被控制说 这些本土派的都走不出来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不敢全民调 他不敢面对全台湾人的科研 这是国民党现在赌到最大的问题 所以九二共事就说美情做是这样的 因为少数生男的结构 他就给你尬在那里 比如说我们这本土派地方派的人 没法度去组织中国国民党 所以每一处双记都会 跟他看好不叫做的一样 我比如说像讲林明珍讲这个话很不厚道 想说大家都知道林明珍是五吨意和宅配出来 你才有机会出来做管长 一座做两阴 这是五吨意一楼给你力庭的 你站在人情 利利面上 你不能公开说这个话 你国生不在乎你才可以建言 他今天说他说 表示建言不好 不然就是国民党分裂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国民党你看朱立伦 很多在当中英文的人 他很支持朱立伦 全台都不敢说 他们现在有一个口号 跟九二共事差不多 我们支持全民调 全民调对整个中国国民党 比较有帮助 这就是支持朱立伦 这听就知道 比较支持吴敦义的就是说 我们要用美式民调 我们要用比较smooth的方式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看吉他 盧秀燕赞成 然后侯友宜说要和平的 还有韩国人说这个不好道 人的主帝变 你都说这种话 所以你对这可以看到 国民党现在是极特官的分裂 如果要整合的时候 我觉得你符合民意吧 不然你二共二共你这些政策 反正第一民调的选总统 这个倒是很少 很少见到 所以要问一下民意员 吴敦义情何以堪 你是支持全民调 还是要美式初选 我先讲 因为我今天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两个议题 我觉得攸关台湾 还有我们全民的安全 但我们更关心国民党 未来的总统人选 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在那边做功课 这个议题说真的 我本来想把这个林县长的这个 林明珍 把他的权言调出来 我还没有看到 我刚才看各位 制作单位剪下VCR 我感觉他不是在直指这个吴敦义 他是啊 他全国是啊 我感觉 我感觉 他的说法是 低的就不要出来乱了 但是他支持全民调 那请问我们也全民调了吗 谁知道吴敦义一定是比较低 那大家感受 一讲低的就讲吴敦义 所以我没有看权益 因为现在其他的民调 看起来都吴敦义是比较低 如果林县长讲的说法是说 吴敦义你不要闹了 你看过红尘 那这样讲话就是开第一枪 如果他是说民调低的不要闹 这是合理的啊 本来就民调低的不要闹 但是是全民调 还是用七三的党员投票 我都支持 但是不要什么美国式 我们是台湾 真的不需要去学那个 不能无类 恐怕听懂的也不多 来 民风姐 没有 我觉得这个 陈议员当然是故意 故意讲说听不懂 但是问题大家都知道 难道林明珍没有看民调吗 他不晓得现在民调最低的人是谁吗 我觉得林明珍作为这个南投人 我觉得他要这样讲 恐怕他已经也是忍受不了了 一个 他可能南投县 他必须 他真的要必须尊敬吴敦义 可是问题是 他这样讲 整个自己的南投人 你可以嗎? 我可以嗎?